大家看大屏幕 这个DNA的这个链条 实际上在这个链条中间 只有两种东西相嵌在其中 一种是光子 一种是黑子 黑子是被染污了的光子 也就是在光子的外表 有一层业力包裹着这个光子 说光子它可以放光 可以变成我们的生命能 为我们的生命光彩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光彩 黑子呢 因为它障碍光 吃掉光 所以是变成 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毁暗 变得倒霉 变得什么都不顺 变成我们的业障 那这个黑子从哪里来 这是老子在他的这个 这个经典中 结识了这个黑子的来历 他叫何大愿必有余愿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黑子是 别人对你的怨恨的一股气 这股怨恨的气 那么通过你的肉体 吸收到你的细胞 通过细胞的吸收 再转换到你的DNA中 去储存 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就是说这种怨恨的力量 最后变成了黑子 被你的DNA 全息地携带 你身上的DNA 不仅携带着你这一生 别人对你的怨恨 还携带着你父亲 母亲 别人对你父亲 母亲的怨恨 通过基因 传达到你体内 还有你的列祖列宗 你父亲的父母 母亲的父母 别人对他们的怨恨 也就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别人对他们的怨恨 也通过DNA 全息传达到你的体内 甚至夫妻之间 因为你们是一体的 是一个阴阳 与是一体的 男性为阳 女性为阴 所以你们之间 还彼此承受着 对方的DNA中的黑子业力 这是大家要知道 那么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病 事业上的不顺利 家庭的不幸福 你所有的不如意 不吉祥 实际上导弹者 都是这个黑子 这个黑子来自我们父亲父母的九族 来自母亲父母的九族 九族离我们现在是大概五百年 所以是这五百年对我们现在活着的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那如何将这个黑子从自己的体内清除到体外去 并且把这个浮着在光子外层的这股怨气黑气化掉 这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修炼的根本原因 你只有通过修炼 使自己体内放出光 用这个光去度化那些怨恨那些怨气 然后使黑子黑气怨恨之气变成光明气 变成高性的气 然后你的DNA才能真正的光明 有了光明的DNA DNA中都是光子 那你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无量光 你变成无量光你才是佛 变成无量光你才是菩萨 这是现代科学为我们的修炼科学 解密了大量的事实真相 告诉了我们根源的所在 在于体内基因中的黑子的清除 所以是有一些跟我去过东北 温哥华去加拿大 这个洛基山外的人 我曾经给他们演示过 见证过 那么在洛基山 那个海拔三千多米的 那个龙头所在的山上 我们找到呢 那个整个大山的穴位 我们称之为地龙穴 龙穴 那找到龙穴的时候 它只是一块 比这个桌子大不多的一块岩石 这么一个大小的一个穴场 那么我带大家在那练了一下 那后来这个穴场 它随着山脉的走势 完然到第二个穴场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大上 几乎五六十倍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穴场 也是岩石组成的 也就是说通过一轮的转换 一代 这是它的第二代 它已经变成一个小山包了 那这个小山包到了班府 再往下再走了一百多公里以后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 像我们五季芝麻山 那个山包那么大的一个小山 那么但是还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再往下延绵到温哥华 截穴场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松基山 一座海拔几百米 然后看不到边的一座大山 这就是它的穴场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明白了 什么叫全息科学 也就是说一点从源头的一点 一个点 那么到了几代过后 它就变成一座山 让我们深陷地领悟了 DNA在传播的 传带的这个过程中 延绵传带的这个过程中 一点业力会变成一座大山一样的业力 同样祖先如果在那个时候挤了一点扇 你今天享受的扇就是一座大山的扇 为什么有些人很缺德 他做什么都发财 他吃不完的东西 用不尽的东西 想不尽的福 但是这个人很缺德 从来没做过一件好事 那他还那么享福 这个因果失去了 这个他的必然规律 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他祖先给他挤了一点扇 现在变成了一座大山一样的扇 他在享受着祖先的 这个像大山一样的扇的福报 Z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